哈囉,大家好,我是奧妮 這部影片是我們巴厘島12天蜜月旅行的行程 更多的內容可以看我其他巴厘島的影片喔 資訊欄裡面我會放第幾天去哪個地方的影片順序 方便大家找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大家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 巴厘島12天蜜月旅行 第一天,早上五點半出門,直接前往機場 搭上直飛巴厘島的班機 到了巴厘島,我們的行李被摔壞了 我們直接找行李轉盤旁邊的櫃台處理 才不會出關之後,有理說不清 出關之後,這裡有換匯的地方 要換錢可以在這裡換,但是不提供台幣換匯 好了,不要再玩了,華航都要下班了 趕快去華航也賠償金 我們先到庫塔,放著行李吃了晚餐 第一碗就吃印尼菜 馬上喝到我最想喝的酪梨巧克力 逛了一下百貨公司,看一下很可愛的糖果樹 再來就閉著眼不敢逛 不想要在第一天就把錢花光 先回房間壓壓驚 第二天,吃完早餐,前往庫塔沙灘 找了這位小哥,參加只有我一個人的衝浪課 我非常認真在學習,他非常認真在教我 我完全沒休息,他也沒休息 因為我們語言不通,所以沒什麼好說的 可是我喜歡他 由於我是好學生的關係 沖完整個背景都被我練得很漂亮 太認真大概就是這樣 熱量消耗太多,買了一些零食飲料 回飯店補充一下,順便睡了個午覺 下午餓了 睡飽吃,吃飽睡,去飯店旁邊買麥當勞 順便看了以下帥哥 吃完麥當勞,去當地人會逛的百貨公司 融入一下,順便買了預付卡 讓歐帕可以開心無期限的打電動 吃了甜翻天的甜點圈 繼續爽爽的喝酪梨巧克力 他開心,我也開心 對了,因為隔幾天要出海去看海豚 順便買了一件長袖的上衣 但價格沒有特別貴或便宜 就挑喜歡的吧 第三天 這天起的有點早,因為要直接從南部衝去北部 坐車會坐到屁股開花 所以我們決定沿路慢慢的晚上去 避免屁股一下就開花 沿路我們到了水晶皇宮 聽神話故事 到水神廟看鈔票 吃午餐 這間餐廳的印尼菜,全部都很好吃,很推薦 吃完飯我們做了伸展操 直接到了北部的飯店 放好行李去旁邊的海鮮餐廳 玩沙,看夕陽 看完夕陽直接在這邊吃晚餐 吃到一半,老闆要求拍照 可能是北部的亞洲連孔很少吧 看能不能吸引到多一點亞洲客人吧 說實在的,也推薦大家去 因為北部比較偏遠 有這麼多選擇的食物餐廳不多 但還不太好 還是少了我最愛的酪梨 直接打斷我每天都想喝酪梨的美夢 吃完飯回飯店 毆帕直接淚毯打電動 我衝去偷看巴厘島嶺的婚禮 但我們吃飽了 人家也吃飽擅殘 第四天 這天起得更早了 早上五點 就被飯店迷樣的音樂聲叫醒 從飯店到沙灘不到兩分鐘 直接登船出海追海豚 以為只有我們 沒想到如螞蟻般的人們 已經就定位在海上等待了 我們應該還是算遲到吧 再來就是兩個小時的 瘋狂尖叫亂追海豚 開心到我要翻過去了 也跟這一群觀光客都培養出了感情 當了好朋友了呢 追完海豚 換裝 吃了早餐之後 繼續出海 浮潛 帶著一個不會游泳的我浮潛 嗯 那畫面很驚悚 但 三五很美 直接在我的腳上 留了一道上巴 回來之後 擦了藥休息一下 又到了午餐時間了 這次吃了一家路邊的當地小餐廳 要不是有人帶 說真的我還是不敢進來 食物OK 我沒有拉肚子 過關 下午到小佛羅門走走 看到了一個小天空之門 又到了聖溫泉 看帥哥美女泡溫泉 又到了聖溫泉 看帥哥美女泡溫泉 又到了聖溫泉 又到了聖溫泉 看帥哥美女泡溫泉 今天我們直接驅車前往東部的天空之門 路上經過東部的深淺天堂 和火山爆發的管制區 我們到了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天空之門 這裡會有小哥幫你拍很美的網紅照 但排隊是拍得有點久就是了 記得要先尿尿完再來 下山後 我們回南部的路上 在蝙蝠洞停留了一下 也順便跟在他旁邊的東海龍王打招呼 到了南部 入住飯店 順便去庫塔的街道上 逛逛吃晚餐 第六天 今天早上決定再來衝一次浪 找了另外一位小哥 這次則是很輕鬆 還休息聊天看拿美 中午在庫塔的路上 隨意找了一家餐館進去吃飯 吃完飯直接去情人海看猴子 一路上一直被叮嚀要小心 因為這裡有苦足 只是到了之後沒有看到什麼猴子 可能下班或不想上班吧 有點失落 但又有點幸運 心情很複雜 看完沒有猴子的情人海後 由於時間的關係 怕太晚進不去懸崖酒吧 毫無懸念的直接前往懸崖酒吧 吃下午茶 看絕美的夕雅 美得不得了 晚上在庫塔附近 隨意找了間餐廳 解決了我們的晚餐 第七天 今天前往南夢島玩水上活動 早上就玩得如此瘋狂 中午在俱樂部大吃特吃 吃完當然就是馬上睡著 睡醒後直接等待南夢島的夕雅 看完夕雅 直接在海灘上吃燭光晚餐 吃完繼續在沙灘上躺著看星星 看夜景 很廢 但放的真的有夠空 怎麼回房間睡覺的我都忘了 第八天 公雞叫我起床 我還以為我煩惱還痛回到小時候 只是這公雞是一大群叫不停 沒把你叫醒不甘心 又來個這麼早起床 當然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們去看了海上日出 但怎麼沒有人 這很漂亮耶 巴厘島的天氣沒有讓我失望過 回俱樂部後還是太早 還沒有早餐 所以又回去睡了個回龍覺 醒來後吃完早餐 驅車去看惡魔的眼淚 彩虹版 我真的也是驚艷的 海浪打上來行程的彩虹 十個海浪有九道彩虹 你說誇不誇張 記得挑一下漲潮的時間 晃啊晃我們晃去旁邊的夢幻沙灘 這根本就是個秘境嘛 還有房間直接蓋在海灘上 晉翻了 越到中午 越多外國人出來玩水曬太陽 我們愉快地看著美麗的海景 並在辣妹與帥哥的陪伴下 吃完午餐回俱樂部 等船回巴厘島 殊不知遇到很久的退潮 船進不來 等到我要睡午覺的時間了 在半夢幻情間 離開了這個美麗的島嶼 回巴厘島本島後 又要開始吃了 直接去吃我們最愛的豬肋排 滿足的撐著肚子 入住我們今天要住的Vila 第九天早上去很多仙女出沒的網紅蕩蕾 只是我們好像把唯美的蕩蕾 之前玩的變成恐怖片了 但因為早餐真的吃太飽想吐 不然我真的還想要大戰好幾回 下午看了巷洞長智慧 然後遇到大拜拜 再去聖泉廟 繼續遇到大拜拜 晚餐遇到下雨有點涼 又加上這古代的場景 瞬間以為在拍宮廷劇 第十天 整個早上在Vila裡 放空、放風 放到都忘了自己是誰 盛猴森林 前幾天沒看到的猴子 這天視眼一定要看到 只是不小心看到猴子在談戀愛 過了中午 再來烏布皇宮旁邊吃烤豬飯 吃完殺進烏布市場 出來後累癱了 但買到要買的東西就是開心 這天住閃路的飯店 晚上到閃路的街上走走 選擇太多也瞬間不知道要吃什麼 最後回飯店旁邊的酒吧吃美式餐廳 我也是醉了 但這晚餐讓我開心到翻過去了 直接帶到宵夜場 越晚越熱鬧 第十一天 無極沙灘 有神聖的雕刻與清涼的海灘玩水 是一個充滿衝突的特別組合 玩完水 做個SPA 把這幾天的雞肉好好的舒緩一下 繼續吃 吃前幾天殘念沒有吃到的溫地漢堡 下午到閃路沙灘 看小朋友放風箏 踏沙 回飯店玩泡泡浴 玩水 喝飲料 這是最後一個晚上在巴厘島 我們又去昨天去的那家酒吧 繼續嗨 依依不捨得回飯店 第十二天 退房了 先去一家不用殺價的店家逛逛 看有沒有想買的東西 買完直接去機場 喝著我在巴厘島的最後一杯酪梨 惆悵了 蜜月旅行要結束了 就在眼淚快要滴下來的時候 看到位置在最後一排 整個驚醒 心情五味雜成 掰掰巴厘島 哈囉台灣 哈囉台灣 身體 你在馬來 你在馬來 你 你在路坐